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型工程专业掩耳的学生 然后目前是在四届跳动做实习生 主要从事机器学系统方面的工作 然后我个人兴趣是集中在Cloud和AI的方面 然后我闲暇时间也会参与一些开源活动和开源社区 像之前参加过中科院的编程之下 然后谷歌的编程之下 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被提名为Apache Theta社区的Commeter 也担任了今年开源之下的导师 然后在Theta社区我主要投入的精力在Theta的原生生态方面上的建设 编写了Theta的Kubernetes Operator 然后也一直在探索如何更辨解的部署服务 以及一些事物运维的最佳方案 再回到正题 那我今天的这个分享打算从三个部分来展开 可能在座对Theta都不太熟悉 所以我第一部分想先介绍一下Theta的基本概念 然后一些背景信息 为接下来的演讲做一下基础 接着呢我会讨论这个Theta当下在原生方面做的一些工作 最后我想这个分享一些未来工作的设想作为收尾 第一部分就是介绍一下Theta 然后我想先介绍一下这个事物 那事物在软件开发的世界里就像空气一样 对于我们来说是无处不在的 然后大家可能都了解这个像IC的特性和CAP电力 然后这个大部分人会认为这个IC的特性和CAP电力 是系统工程师需要考虑的问题 毕竟我的数据库应该保证这个跨时空读写的一致性 但实际上在这个当下这个服务架构的演进 还有数据规模的变大 数据库定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没有什么在横向扩展的数据结构的面前 会变得这个IC的特性的保证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需要考虑的事情非常多也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而处理这些复杂性的重任往往就落到了应用程序开发者的身上 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其实就是微服务的划分 现在单体架构到微服务的架构转变已经成了一种不争的趋势 而这种趋势其实也带来了处理事物复杂性的提升 像我们需要考虑服务与服务之间的服务调用方式 从进程类调用变成了网络调用 无论是HTTP还是RPC框架 随着服务跳出的增加 错误出现的概率也会逐渐增加 我们会考虑业务出现错误的时候 上下游服务是否同时能进行回滚 另一个就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可能通常会用不同的微服务去包装不同的数据源 再通过服务之间的调用形成一个完整的应用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时间 但是我们一是需要考虑服务之间的调用方式 另外还需要考虑服务与服务之间 是否都是可以做轻入式改造的 有一些像外部服务可能没法做代码的轻入式修改 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另外即使是在单体服务的语义下 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 像在数据规模不大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会把所有的数据模型 塞到同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当中 然后用不同的表去管理不同的数据模型 这时候我们通过DBMS本身提供的事物能力 其实就可以做到事物 但是随着数据模型的膨胀 我们可能会考虑分布分表这种方式去做应对 那这时候跨节点的分布事物就成了必须需要考虑的问题 就举个例子来说 可能像我右图这个模型表示 库存服务电单服务存储的可能是像MySQL 然后业务的数据可能存储在PG 这就是数据源的异构型 那其实现在有一些原生的数据库 原生支持跨分片的分布式事物 像TidyBR Ocean Base 这种数据库提供的分布式事物解决方案 虽然非常高效 但也不能成为一种通用的解决方案 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复杂性 这个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工具去应对 这就是APPAGE Theta诞生的背景 那Theta的目标其实是构建一个尽可能通用的软件框架 对尽可能多的场景提供比较低的改造成本 和稳定的可靠性保障 而在当下Theta已经兼容了近20种RPC框架和DBMS 已经被上千家客户应用到自己的业务系统当中 对于那些我们不支持的数据库呢 我们也提供了像TCC还有Saga这种 不与具体数据库相绑定的解决方案 以及一些low-level的API 可以让用户自己去编写事物的逻辑 这张图展示了是Theta当下在生态方面的兼容 我可以看到像注册中心控制中心 还有刚才提到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还有传入协议当中 Theta都能很好的融入其中 这里我想简单提到一点是 Theta的生态方面兼容不简简单单 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堆砌 它更多的是一种兼容并包的生态 而且可以让用户自己去挑选 适合自己的业务的组合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Sprint Cloud还是Double 这个Theta都能做到这个生态的兼容性 然后我再简单介绍一下Theta的这个工作原理 它的概念模型上主要是分为三个重要的组件 一个是事物的协调器TC Transaction Coordinator 然后事物管理器TM 还有资源的管理器IM TC是一个独立于业务部署的中间件 然后它是管理整个分布式事物的核心 用来管理和协调分布式事物 包括像事物的开启 提交回滚这些操作 TM和RM则是在位于应用侧 也就是框架侧 TM负责开启或者关闭一个事物 然后通知到TC RM则是管理具体的数据资源 比如说像数据库或者效率队列这样 通过这么一个抽象的概念模型 Theta从中间件层面去解决了分布式事物的问题 并提供给用户简化的编程接口 这样用户就可以无需成为分布式系统专家 就可以推断系统的语意 然后把框架级别提供的容错性和稳定性作为功力 第二部分我会介绍一下Theta 在原生方面做的一些兼容 因为前面提到的一些生态兼容性 都是在传动微服务语意上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Theta和第三方的注册中心 配置中心 比如是像纳克斯 阿波罗 ETCD这些做到很完美的兼容 我们随着这个K8S成为微服务部署的主流平台 之后我们也做了一些在原生生态方面上的工作 从这个部署的角度上来考虑 我们的用户一般会把这个业务的微服务和Theta的TC 放到同一个集群去做部署 这样一个是我们提供给用户的部署的解决方案 是让用户自己去编写Theta server的deployment的资源 除此之外 TC还需要一个额外的数据库 用来存储事物的原信息 像全局事物分制事物的状态 还有一些用于协调分布置事物的锁 这些都是需要人工去维护的 此外业务的微服务和TC也没有很好的隔离性 我们为了解决当前这种混乱的模式 我们提出了在Theta K8S仓库 这应该有个图 那里有显示吗 OK 我们在Theta K8S仓库 提出了Theta的Kubernetes Operator 那我们一方面是想要简化的这个部署的流程 去让Operator自动去做 Theta服务的创建更新维护 另一个优势在于我们可以 让Operator部署出来的Theta Server 可以复用K8S的服务发现 还有配置管理的功能 另一个是高可用性 那我们这个K8S本身可以处理节点的故障 那我们Operator在节点故障恢复之后呢 我们可以保证TC与TC节点之间的数据一致性 大家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 这个图格式有点混乱了 它其实核心是利用了我们Theta2的连提出的一个新的Feature 是一个RAFT集群模式用来存储事物的原信息 我刚才提到TC需要一个数据库去存储事物的状态 还有分布之锁这些东西 我们RAFT的模式呢 就直接让节点把这些原信息 存储到本地的文件系统 再通过RAFT的一致性协议 去保证节点与节点之间的数据同步 然后用户的应用直接与ThetaTC集群的Leader节点做交互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ThetaOperator核心是一个controller 通过监听用户在Kappa SAPI提交的CR 去比如说做扩扩容操作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会调整State for Site的副本数量 另一方面要调用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这个HTTP API通知节点 关于RAFT的Piers配置的变更 另一方面是 OK 图又没了 另一方面是从运维的角度 那CETA CDL 我们在这个运维也做了不少的实践 也是我们近期的一些工作的重点 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工具 像一些黑屏运维的工具 CETA CDL 还有一些白屏的有外部控制台 还有一些可观测性上的实践 那CETA CDL主要的功能其实是事物运维相关的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TransOps 它做事物运维 因为尽管我们让CETA做的尽可能通用尽可能可靠 但一些人为的错误 用户的误操作 还有我们升级的时候可能难免引入的一些bug 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不符合预期的情况 那像事物的脏毒脏血这些 这都需要我们有一个手段去debug问题 然后去手动恢复部长 那CETA CDL可以提供事物模拟的功能 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像手动释放群聚所 然后提交回滚删除某一个群聚事物这些 而除此之外呢 CETA CDL还有一些像部署能力 可以去做这个CETA server的部署 然后端点健康的检查 然后这个配置的修改 像可以做这个配置的动态展示 动态修改 然后在RAFT的模式下 可以做节点的插入和删除 另外就是外部控制台 它其实是目前集中在事物运违的方面 那可以去展示全局事物分支事物的信息 然后也提供了一系列的手动操作 功能 可观测性上分为两方面 一方面是做对普罗米修斯的集成 普罗米修斯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打点数据 像事物和性能相关的 在进而可以让用户去做集成 进而可以让用户用Graphana的看板去做可视化的观测 另外我们也和Apachi Skywalking做了合作 有一些 有一些 最后一个 准备 grace 哦 行 那是有特 那些有图 您自己带一个 我带的 带一个试一下 其实也快剪完了 我怎么发出去 发到群里是吗 有微信的 一会儿有茶叶 茶叶环节你们正好可以看 没现在哪 我给您散开 收拾 简传书也不见 放一下 放一下 这边有图 下面有图 上面有图 上面有图 下面有图 有图 那边有图 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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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修改 包括去 get和set就是配置相关的 delete 还可以去做在raft模式下的 动态节点的摘除 然后 这是外部控制台 我们外部控制台 目前主要是做 事物信息的展示 然后现在也在做一个新功能 是去从外部控制台 就可以手动 修改 事物的状态 包括提交 或者回滚 或者删除 这些 另外 就刚才 确实了这一页 是 一个是做普罗米修斯的集成 还有Graphana的看板 另外就是和Apache Skywalking的 APM实践 通过和Skywalking 我们可以做到 根据一个事物的XID 去追溯之前 调用的 服务调用的链路 包括 包括一些性能的瓶颈 还包括 可以让用户可以看到 服务链路是怎么样的 分析一下 哪个地方出现的问题 对 接下来我想 把目光投向未来 介绍一下我们未来 可能在原生生态方面 做的一些新的尝试和创新点 这个部分也是在 这三个框架之内 Theta K8S 因为我目前主要是做 这个仓库主要是做 Theta的Operator 因为这个项目也是比较早期 所以我们可能后来 第一步是把一些功能进行补全 刚才提到 我们现在 是使用了 Theta的RAFT的功能 但是还是有一些存量的需求 是使用DB的 然后我们 Theta 2.0也有新的实物存储模式 其实是通过Redis去做 这块我们需要补全 然后一些资源的优化 可能会考虑像Pod的情和性 去做一些调度部署的优化 再就是稳定性 我们可能会结合 和 Theta的事物分组概念去做自动的故障转移 Fillover 然后还会做一些状态的backup和恢复 Theta CTL的话 因为是一个命连行工具 我们主要关注点是在运维的能力 还有一些交互用户友好性上 Theta的console就是外部控制台 我们主要是在做白屏的运维 一方面我们需要做一个集训管理的功能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搭配了operator 还有Theta CTL 可能在白屏上去点点拖拖 去再来做集训的管理更容易一些 Dashboard的集成 像Graphine的看板 还有Skywalking的看板可以集成进来 还有一些日日分析通知的集成 然后我们今年也是有一个OSPP的课题 是在做原生方面的 旨在提升Theta CTL 包括在K8S上的运维能力 一方面是部署能力 像现在可能用户用Theta K8S 还是比较少一些 我们可能会想通过Theta CTL 去安装controller 部署CR 然后提供一些简化的命令 再次去简化 然后一些Theta的metrics展示 就是通过TUI 然后再就是实现一个日式分析的功能 对 然后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前听 这期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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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